大家都知道 郭鹤年曾是马来西亚唐王 也是如今的亚洲唐王 甚至是世界唐王 他不只是马来西亚的首富 从90年代至今 亚洲十大富豪之一 一直都有他的一席滋味 他是华人的骄傲 可你是否知道 在2010年唐王多年的心血 玻璃石唐厂被强硬收购了 后来连他的联邦面粉厂都要被并吞 最后他被迫出走马来西亚 却逆袭成为世界唐王 甚至还推出了品质能够与Gardinia抗衡的 新品牌面包马西莫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航空博力频道 我是Chloe 今天我们就要来说一说 很少人愿意去谈的 郭鹤年唐厂被并吞的故事 还有面包厂的故事 如果你有订阅我们的话 记得画下个钟时间 按下个钟的按钮 以及下铃铛哦 一二三 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他的背景 郭鹤年祖籍福建 1923年10月6日 殊生于马来西亚新三 当时他的父亲郭庆坚 已经定居在马来西亚将近15年了 父亲开咖啡馆 郭氏兄弟呢 还经营了大米啊 大豆啊 还有糖的家族企业 但后来他的家族生意因战争而倒闭 为了要谋生 郭鹤年便进入到了新三分行的 日本三零米两行做起了白米还有面粉的生意 一直到二战之后国家父子二人通过政府拿到了白米以及粮食的采购权 香港 泰国 印尼等等等等的国家 其涉及行业甚至多到数不清 而在中国郭鹤年以 义海加里集团在全中国的40多个地区建立了170多家工厂 年营业额超过了100亿美元 并且拥有16个使用油品牌 包括中国人最喜爱的金龙鱼 还有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郭鹤年除了是中国的酒店大王呀 除了他石油大王之外呢 他还是Cococola汽水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专利权拥有者 时间来到1953年 郭鹤年的二哥郭鹤林加入了马贡 在内战中牺牲后 因为政治还有守护家族的压力 他决定要前往英国学习商业技巧 那两年之后呢 马华印联盟就开始谋求马来亚的独立 郭鹤年就立即从英国返乡 到马来亚独立后 通过在英国学道的商业知识 他瞄准了国家的食堂供应的现状 并且大胆的把全部的资金都投入到了炼糖业 并且还和马来西亚联邦土地发展局合作 建立了马来西亚第一家炼糖厂 随后更是进军成为国际化的大企业 而当时候中国一度以非常廉价的价格 将大量的白糖输入到马来西亚 这给国社集团带来了非常沉重的打击 于是郭鹤年直接引入比中国糖价更为廉价的印度糖 顺利躲回阵地 也因此明定了他固定的地位 赢得马来西亚糖王的美誉 那到了1968年 他又再一次和政府合作 建立了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 并且将一万四千多英模的森林 开肯为搭配甘蔗圆 那当时候呢 新兴的工业的发展 其实是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的 所以他的公司发展得非常迅速 糖产量也更是大幅度的提高了 不仅能够实践马来西亚的自给自足 更是把糖卖到给其他多个国家以及地区 到了70年代 郭氏集团已经占领马来西亚糖业市场的80% 在国际市场上更是占了市场5% 而到了1976年 当时事实出头的他 已经从马来西亚糖王晋升为亚洲糖王 世界六大糖王之一 后来呢 国贺年更是巨资投入了油业 更是瞄准中国的市场 那考考大家知不知道 他当时在中国打造的第一家香格里拉 是在哪里呢? 没错 就是在杭州 后来在1984年 中国需要建设国贸的时候 严重缺乏资金 却面临着国外财团漫天要价的窘境 当时国贺年竟然不计得失地站了出来揽下了这个工程 国贺年更是四处筹集资金 在许多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之下 仍然毫不犹豫地把真正5亿美金投入了这个国贸的建设之中 这可是当时中国最大笔的外资投资了 那国贺年对中国的热爱 以及对于邓小平所推行的改革开放呢 更是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支持 这些年来呢 他是在中国最大的海外华商之一 就连邓小平也曾说过 自己和国贺年一样都是引入人的角色 可谓英雄相惜 终于到了大家最关注的环节了 所谓树达造风 那钦佩国贺年的人很多 那总有少数的人是妒忌他的 那根据国贺年的自传呢 在2009年许多物统的国会议员呢 非常不满唐王国贺年赚大钱 还有大马出口之中国的邮中 都是由国贺年旗下的郭氏兄弟集团全权控制 而当时候国贺年其实已经悄然卸下了大马唐王的荣耀 但是务统国会议员却对他仍然穷追猛大 后来国贺年更是着述惊人的宣布 旗下的玻璃式种植集团 宣布以种植12亿216万的现金价格 完全脱售马来亚糖厂的股权 给联邦土地发展控股旗下的子公司 联邦全球创投控股 从此国贺年便推出了大马唐业 而大马唐业由正联机构管制之后 尽管世界白糖的价格已经滑落了 但是大马唐价却不跌反正 其实脱售唐业并非国贺年首次撤离马来西亚 而国贺年其实自2005年 脱售了ROVER产业公司彩虹给予国民投资机构以后 就已经再次进行了四次脱售马来西亚的业务 后来国贺年更是通过其在新加坡丧失的公司 封印国际集团测了巨资去收购澳洲世界最大的糖厂 并且又出自100亿美金 在雅加达发展世界最大的甘蔗种植计划 还发展了炼糖工业 就此成为世界糖王 更是成为了中国石油业的老大 说完糖厂的故事 那面包大战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糖厂事件之后 巫统又再度的瞄准了国贺年的面粉生产公司 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要完全控制国内的柴米油盐生意 垄断买卖 而当年马来西亚三大面粉厂 其中有两家的制造厂 有极大的股权已经旁入到了巫统的手中 最后剩下的就是国贺年家族所掌控的联邦 后来巫统因现意要收购其控制性股权的时候 遭到国司的拒绝 恼羞成怒并命令塞莫达出手 目标直接指向全面收购Bernas的股权 于是塞莫达配合大马国贞政府施加压力 最终迫使国贺年出售了国家稻米公司的30%股权 再加上政府从关联公司释放出来的部分股权 这致使塞莫达一夜之间就拥有Bernas高达70% 全面掌控了国家稻米公司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是因为控制国家稻米公司呢 不但可以垄断国内的白米进口市场 还可以控制住全马最大的面包生产商 Gardinia 30%的股权 而Gardinia长期以来最大的面粉供应商 就是国贺年的联邦面粉厂 那既然Gardinia是Bernas子公司 谁来供应面粉 要跟哪一间面粉厂签署面粉供应合约 这当然就是塞莫达说了算咯 那现在你看清楚轮廓了吗 只要通过Bernas全面收购了联邦面粉厂最大的顾客 那然后再通过促使Gardinia去取消像联邦面粉厂 去购买面粉的原材料 想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迫使国贺年放手 将联邦面粉厂卖给塞莫达 让塞莫达可以直接一统国内的面粉供应市场的江山 但是退让了这么多次 国贺年终于发怒了 既然Gardinia的生意做不成了 那他决定直接投资设立自己的生产线 干脆自己生产面包 于是他便全面收购了一家处于冬眠状态的面包公司 更是注资高达一亿两千令吉 在他的联邦面粉厂隔壁的厂房 设立一个红字面包的工厂 那由于地理位置上的优势 国贺年生产的面粉 根本不需要仓库或者运输 直接就可以移交给隔壁的面粉厂 这就省下了很多的运输费还有仓库费等等 终于在2011年 国贺年推出了品质于Gardinia 可以抗衡的新品牌面包 Mashino 那由于生产经费比其他厂家更低廉的 所以他的面包价格也比其他面包来得更便宜 而且Mashino的味道以及口感都比Gardinia优越 再加上 国贺年被物从欺压的事件在华社之间已经红传了 这就激起了华裔公民的民族意识 于是民间便掀起了一股支持Mashino面包的大热潮 Gardinia面包的销量大受打击 时至今日 Mashino面包仍是大部分民众首选 那连我家都是最爱吃Mashino面包的 不过话说回来 国贺年一家虽然长期都是居住在香港 但他的名气从来不会因为他不在马来西亚而下降 更是有不少的怀疑是以他为傲的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 郭贺年既然生意的重心都不在马来西亚了 那想必他是对马来西亚感到非常失望了吧 那其实尽管他常年在国外打拼 但郭贺年可是强烈地表示过 他绝对不会放弃马来西亚国籍 而他的过世基金更是从不间断地支柱 马来西亚的教育慈善事业 他的心仍是信息马来西亚 而他也曾对国家的政经文教领域 发表过很多有建设性的想法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当年2018年马来西亚新政府的成立 对马任下时呢 委任了五位强大的人物作为顾问 当中包括了大马首富郭贺年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 我还记得好多人都哭了 因为郭贺年回馈社会的精神 以及所有的异举都是有目共睹的 我想郭贺年永远都会是 我们马来西亚华人心中的骄傲 可能不止马来西亚华人 他永远会是马来西亚的骄傲 好吧 今天关于郭贺年的糖厂故事 以及面包厂大战的故事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可能我的影片当中呢 还有很多细节没有办法去叙述 那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留言 给大家科普更多的细节 还有呢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看 郭贺年的自传 因为真的非常有趣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 链 分享 还有别忘记按钓 以及小铃铛哦 红不利频道 一起和你从松佛中学习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